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在倒汽油的感觉 试看到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 所以想要洗个车吧 这个车实在是太脏了 然后你看全部都是泥 这个里面都是泥的 其实也已经很久没有洗车了 因为每次想要洗都会去劝阻自己 说洗了之后一个小时又会恢复原状 所以我一直没有洗 今天天气好 然后心情也不错 然后随便就洗个车吧 就是每次和我出行的车 其实我都把它当做像是有灵魂一样 就是好像大家看似我一个人在开车 但是其实有车在一直在陪伴我 就是怎么说呢 就像一个战友一样 我其实我还蛮喜欢洗车的 就以前我自己的车 我都是经常自己洗的 后来因为是没有时间了 就是太忙的时候就没有自己洗 但是偶尔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啊 周日啊 然后有时间都会自己洗一下 比较有成就感 这次的维生水柄这次旅行基本上现在已经过了80%了 就是确实遇到了很多 帅气的牌子 给它擦干净 不太顺利 虽然说每一次出去都是说你计划或是你安排或是规划也好 你要怎么样你会想得很清楚 但实际上你遇到的很多事情根本跟你之前的计划和安排 或者是想象完全是两码石 完全是两码石 所以克里亚克GT大白胖 对logo也要擦干净 以表尊重啊 以表尊重 这个要擦得特别干净 就是路上很多都是那种随机的 你没有办法去预料 包括你的时间啊 或是你的拍摄计划啊 你会完全被打乱 要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按计划执行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精彩 也不是说每次旅行它都一定会顺利 一定会如你所愿 不太可能 前天应该是最累的一天 因为前天我爬了好高的山 然后而且 之前我只睡了大概四个半小时 到江河五沙轮 现在呢 是早上的七点不到六点五十五分 我觉得在此刷新了 我对自己的认知 我觉得我真的好优秀啊 那关系那么重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很不错 帅 就是这样了 然后这个钢圈啊 钢圈还有这个下面的那个秤板 也是有很多泥土啊 这个我就不洗了 因为现在洗了也是白石 因为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 然后到时候走过去又全是灰 现在只是说让我心里感觉它很干净 就够了 好嘞 包衣 那么接下来 累死我了 今天是星期天啊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今天我有没有时间去搞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有时间去做这个视频 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如果说不是 那就祝大家搬砖快乐 准备出发 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 一定要去在乎什么样的结果 也要管多久啊 洗多干净 没必要 其实洗车就是锻炼身体 其实也是磨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 这种尘土啊 灰尘 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美 比如说阳光这么一射下来 然后你就能看到那种丁导的现象 就是光线透过灰尘一缕一缕的 就很美 就是怎么说呢 要发现美吧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